哈啰 大家好 我是这个红温戏戏 来玩玩者荣耀台湖版 这个这个这个 金娜有点长得有点像达姆 因为他的技能我还没怎么玩过 这是他第一次玩这个英雄 神 神巢祭司吗 那个念巢子吗 不要嘲笑我 我不认识 真不认识这个字 对面神奇女侠 孙悟空 修罗 get ready 我看他的技能介绍吧 金娜炼珠对敌人造成 两个 这玩意儿看不懂 好多球啊 这个有点像真姬 真姬的那个二技能有点像 一技能二技能 二技能好像是一个范围减速那样的啊 这个 莫瑟夫还会念念念念念咒语啊 长得很像达姆 应该就是法师版达姆 他没有指向性 全部都是随机性 我说我看过忧郁 他这球很能很能弹啊 而且好像还有被动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被动 不能在这里看啊 等下一不小心被人打死 怎么办 这有点像金轮法王 妈你妈你碰 别跑 他这还有被动有点像 嬴震的那种被动啊 嬴震不是普攻有穿透的效果吗 对吧 狐哥来了 不要追我 完蛋了 他带减速的 这只猴子真他妈笨 是我自己更笨 糟了没打死了 看他的我始终如此 怀抱整个秘密 他背后那么多嘴子是断了 有点卡 有点卡 我了个去的 好 差点就小面玩玩 大刀怎么都是这个近距离啊 显出来这有点像是 像什么 好像高剑离耶 他的大招是有点像高剑离 等下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高剑离的技能就是就像有点像啊 因为他的高剑离也是可以穿透的对吧 这样我就大概了解这个是什么英雄 以前我刚才 以前玩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这是什么英雄 我们现在玩了一下 啊 就是高剑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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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搞了半天才搞懂原来是高剑离 他没有那种弹琴的节奏 哦 打起来感觉怪怪的 打起来感觉怪怪的 还是猴子好用 他也真的好浪漫 我带你去看月白晚 有点害怕 别人心里心 可真感觉我可期待 射他射他射他射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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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知道是什么英雄就知道怎么打了 robot GOT LIKE 他的推荐出邂喝晒 啥多多技能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达摩的技能 但后面没 最早的时候 在那个训练营里面 体验一方还真不知道他行驶 最后那个穿透 就是和达摩 小高一样的啊 找死他 找死他 高剑尼马 反正他开大招 一定要在对面能多的地方开 大哥你不要懒给我呗 你把你搬死了 你支援一下 你那个样子没有人的 OK OK 爽 人头都被我收割光了 现在再把这个塔给拆了 猴子要呼活了 小香香 你下次再过来我就要开大了啊 这对你不客气了 看我这怎么会不会动啊 这在打的减速好浪啊 你去一赶紧去3啊 这谁啊 卧槽要死了 要死了 快来只要吃鱼了 潮潮这么慢 不中结了 刚找到一点点感觉 啊 要是队友都在的话 都打起来 不过这高剑尼感觉没有 完整容量高剑尼打的爽 高剑尼办大招的时候他有音乐啊 他这个没有音乐 所以打起来没有那种感觉 他那是那种弹弹的那种感觉 是吧 就能让人那种产生 产生恐惧感 他在光开个圈圈 谁知道是什么鬼 吓也不会吓到人 我突然又被他拉回去 大招马开起来 免三 不是免三 减免三害 我们家的猴子和对面的猴子干出来 神奇女侠 这个鲁班哎 鲁班好登 我们又是两个測舍 一个鱼姬一个鲁班 善鱼 哇 已经成为传说了 这边应该要有个草虫啊 先回家吧 他的大招期间好短哎 两架放了就一个大招了 我好像最近也挺少玩高剑林的 好像高剑林一大招就挺短的 他加码了 已经受了伤 我飞不到有你的地方 每次想你我都会心痛 这一波上去应该就能推掉了 我直接穿的太进去了 下不定车了 这家伙超神啊 没有啊 我也超神啊 前期我不知道是什么英雄 刚才摸了半天才知道 因为他是高剑林这家伙 对面有一个掉线 所以说赢的比较轻松